瑞典外長話才說完 一名來自伊拉克的男子 就在斯德哥爾摩大清真寺外焚燒可蘭金 瑞典警察嚴正以待反對者大聲叫囂 畫面可見一名男子將可蘭金一頁一頁撕下來 他的同貨則把撕下來的金書拿來擦鞋 現場穆斯林難掩憤慨 目擊者表示兩名男子不僅焚燒可蘭金 點火前還放上一片穆斯林禁止食用的培根 時間點更順在伊斯蘭兩大重要節日之一的宰生節 挑釁一味不言而喻 土耳其外交部長費丹 雖然沒有點名瑞典政府 但在推特跑火猛開 痛斥以言論自由為名 允許這些反伊斯蘭的行為令人無法接受 對這樣的惡劣行徑視而不見就是同謀 甚至有分析認為土耳其可能因此阻擋瑞典的北約申請 美國出來當核式老彈這樁鬧劇 在俄烏戰爭的背景下反倒讓歐洲國家動見觀瞻 三大新聞網上引報導